我今天會講一些 其實這幾天,由上星期開始 都晚禁講關於一些 這個要關掉 好,我們應該都做了很多 有關於上課裡面 講過一些conversion的情況 今天會講一些關於 為什麼每一次我講 實驗的percentage yield 會比較低 第一,有兩個原因 我昨天也講過 本身調適 本身調適 自己的conversion efficiency 本身是低的 大部分這些organic chemistry 的reactions 都是有這個reversible sign 本身不會有100%的conversion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可能與你的condition有關 比如說你的溫度 或者做實驗的時間不夠長 等等 導致你們 你同一個遲到 遲到6分鐘 最主要就是要在整個conversion裡面 其實這裏都是用了一些 搞到conversion efficiency 比較差 第三,就是一些 剛才我講的 一些separation 一些separation 另一邊就 你又棄置了它 搞到你 就看不到的 所以這些等等的原因 所以 是比較 做organic chemistry 是花了很多時間 但是同一時間 但是 你又會 搞到自己 可能最後的 overall percentage view 比較低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講的 就是32.4 那裏 CAM2的同學 你給我一個訊息 給CAM2的group 叫他們上課 那 以下呢 就會有幾個的裝置 我希望你們大家回來 其實你回來 如果我們可以回來 3月16日回來 我們應該會是狂做的 因為我想教了一些書 那 譬如說這些 Heating Under Reflex 我講了很多次 其實發生什麼事 那些人是不太知道的 那 那我們用一個 Aperator 什麼呢 我們叫Quick Fit 那Quick Fit 為什麼會用 Quick Fit 最主要就是 它那個 所謂的快裝 那個位 是在 即快裝位 正的地方就是 每一個Glassware之間 它是有 一些 筍位 什麼意思呢 這個玻璃 如果大家有印象 Form 3 或者做過Quick Fit 這裏有些筍位 這個筍位 是磨砂的 接著 這裏有磨砂的 譬如說 這個PHA Fast 用Steel Head 插進去之後 它那個 不漏的了 不漏的了 以前 我記得我讀書年代 那些 老師傅就教了 要用花士靈 英文椒 什麼花士靈 不知道 一些 酷油 一些 fraction distillation 走出來的 產品 即是 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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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呢 塗在這裏 讓它 絕實一點 但是現在 Quick Fit不用了 你兩個插進去 就靠磨砂的面 互相維持著大家 就可以了 同一時間 你怕 因為打動 有機會 會掉了 整個setup 因為給你深吸力 所以 我們就會用黃色的 Clip 夾住它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Quick Fit 所以 在Label Setup的時候 有時候是要畫的 不過 你要畫減化板 你不用這樣畫 筍位 那些太仔細了 這樣的東西 你是不需要的 這個裝置 Quick Fit 你會見到 PHA-5 以平時做的 Station Water Condenser 由斜放 變成打凍放 所以 一打凍放 那時候 你會見到 Water In 就變成了 在底下 Water Out 就是在頂上 如果你有印象 來看 Simple Distillation 的話 其實是把 打斜放 這個設置 Water In Water In 在哪裡 Water Out 所以 Water In 這個近火源 但是我用過 Simple Distillation 設置的時候 由於頂上 就駁到 Steel Head 然後Steel Head 就駁到 Water Out 就近火源了 這就是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有時候滑 我都希望大家要打出神尚精神 OK 可以嗎 加熱呢 我們除了用Bunzer Burner 直接明火加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你可以用Water Bath 用Oil Bath 等等 甚至你也可以用一個 Hitting Mentor Hitting Mentor 就是電熱板 如果在Lap裡面 即是經常蒲開Camp Lab 應該只有旁邊的 就是一部 大大大鵝龜 有兩顆按鈕 一顆按鈕是做Stirer 什麼呢 Stirer 你應該是加熱的 就是那些 你可以用這些Hitting Mentor 來做加熱的 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 短期內 可以儘快 有時間 令到你們可以 即是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做得到這個實驗 因為如果整天很悶 做紫上談兵 那些 嘩,何占鵬在這裡遲到 何占鵬你遲到 11分 所以這裡 其實我再講了幾件事 就是我剛才說的 Hitting Mentor Hotter Bath 或者Oil Bath 等等 這樣 所以就 就是這樣 我們去到 下面 首先 如果你問到這個 就是做 Hitting Under Reflux 就不是做separation 的 是做preparation 裡面會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Hitting Under Reflux 你是做什麼 因為知道 最主要的作用 為什麼要Hitting Under Reflux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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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寫下 第一 就是要避免一些 chemical loss 對了 那 chemical loss 是做什麼 對啦 Evaporation OK 非常好 without any completion 就是 reaction reaction 沒有完結的時候 它已經離開了 這就是我們覺得 不理想的狀態 所以 這個是 我們做 quick feed 裡面最主要的 目的 就是 透過加熱 你又要 很麻煩 又要加熱 加熱 就必然會有 Evaporation 我的 Hitting 就會Evaporation 所以 用quick feed 最主要 就是 做這件事 我要既加熱 同時 要 reventing chemical loss through evaporation 而 reaction 又 未完成 什麼 未完成 例如 Ethanol 轉了 去到 Evaporation 如果 你不做 Hitting Under Reflux 例如 我直接把 Ethanol 直接加進去 Acidified Diachromate 例如 這樣 直接加熱 加熱 就這樣 拿個 Beacon 有什麼問題呢 它就會 有一堆 的 chemical 馬上 變成 中 intermediate 就是Ethanol Ethanol 所以 沒有了 FNL 你就不用說 會不會再繼續 變成 Ethanol 所以 這是 做 Hitting Under Reflux 最大的 優勢 可以 知道嗎 它又問 什麼時候 要用 Hitting Under Reflux 要檢查 檢查什麼 你要檢查 reaction product 和intermediate boiling point 的差別 當然 boiling point 的度數差多少 你不搬不到 反而 你會知道 哪些 reaction 或者product 或者intermediate 它們的 boiling point 如果整個步驟 可能經過兩個步驟 好像這個 由 Alcohol 轉了 Ldehyde 最後變成 Exit 你會看到 這個 最高 這個 排第二 但是這個 最低 最低 二加二 它就會離開 但是這個步驟 在 Oxidation 的 必經階段 所以 如果它離開 一二 跟著三 如果它離開 其實你會做不到三 那你就要找方法 要穩住 所以 就不是背不背的問題 反而是 你要分析 究竟 reaction product intermediate boiling point 的差 去決定 究竟用不使用這個 reflux 第二 有機會要考慮 什麼 就是 本身的 是否有一個 reversible sign 如果你見到 一個 這個reversible sign 其實你也不用考慮 他也告訴你 是 要做 heating under reflux 因為 你也要有些時間 做一些 conversion 可以嗎 這個 heating under reflux 已經講完了 以下三個 的setup 應該都 耳熟能長 這三個 甚至 drying 其實是做些什麼呢 是做一些 separation amplification 的工序 即是說 如果我剛才做完 那些東西 我出現了一些 grude product 我們還出現了 原生食物的grude product 而grude product 而grude product 通常 就是一些mixture 我們可能有些target product 還有一些sulfant 一些 unreacted 的chemicals 可能是reactives 等等 或者catalyst 因為catalyst 是參與完 化繁後 最後是regenerate 出來 會剩下的 這些 chemicals 我最後 是要拿走 我不要 反而我想要這個 我想要這個 可以 所以我就要做separation 和 purification 的技術 simple distillation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這兩個 應該很熟悉 日文也告訴我 這兩個 怎樣分 什麼時候用simple 什麼時候用fractional distillation 有沒有回答到 bor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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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boring point 的差 對不對 boring point 如果我們 simple distillation 首先 就要說 reactant 你會有大分別 第二 你要拿到的 product 它們的boring point 應該是低一點的 可以嗎 既要有boring point的差別 而要的 product 它們的boring point 應該是低一點的 可以嗎 即既要有boring point的差別 大概幾度 哦 你說fractional distillation boring point 小於50度 不一定的 如果你那隻 product 你可以去到 百九十度 你可以去到 百九十度 甚至百幾度 都可以 它也是在說 那樣東西 那個product 跟reactant之間 boring point的差別 要夠大 而product 它的boring point 可以低一點的 這個呢 我們就用simple distillation 這個setup 你是要背的 這個要背的 那你 可能你未必畫到這些東西 你不畫這些 那怎麼辦呢 真的你畫的時候 你這樣抄就死了 你如果讓我們畫 考試 我們要這樣的 就這樣就可以了 畫一個phe flask phe flask 接著呢 就 這裡 你畫一個筍位 你畫一個筍位的時候 你讓我看到它有兩塊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就畫一個 thermometer的bub 接著呢 這裡的still hat 又有一個outlet 這個outlet 也是 又是 讓我感覺到 你在畫另一個東西出來 那就不要畫一塊 你看到這樣兩塊 你讓我看到畫兩塊就可以了 明白嗎 接著呢 你就畫兩塊 接著就Water out Water in 接著呢 就畫到這裡 就收尾了 畫出來 那這部 又不用這麼畫的 接著呢 又是 你畫一個筍位 吸進去 那你應該在外面再畫多一個 Receiver adapter 就像deliverative那樣 就流出來 就放進去 你所謂的discord 可以嗎 那你在畫的時候 你要讓 Markus 你看得到 就是這裡有一件 兩件 三件 那我怎樣看到 一件一件 就是這些位 這些很巧妙的位 你這樣畫一畫 這裡畫一畫 我看到有幾塊東西 那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畫 這樣是不需要的 這樣是不需要的 可以嗎 那當然 如果要加熱的時候 就不用加熱 不用畫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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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bumbling granules 其實要畫Antibumbling granules 我不知道自己說的 這個要畫 Antibumbling granules 然後有一些 chemicals 如果你畫一些 chemicals 請你要寫所有 如果它有濃度 寫不就有濃度 沒有濃度的 你也要寫份量 一些Volium碼 等等 OK 那我畫完這些 裝置之後 其實你已經拿了份 我們一定要看一看 因為這些 Label Setup 我是要計分的 這些Label Setup 大概會有 兩至三分 是不是很討厭呢 兩至三分 我們試過 兩分你會覺得不值得 三分呢 但是有同學說 我三分 還不值得 不過 如果三分 跟Mocal比 如果有同學覺得Mocal也難搞 其實這些三分 你問我就真的要值得拿 行不行 是呀 然後你說什麼 阿鵬哥 什麼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for the 什麼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for the product 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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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什麼 你開麥克服說話 我沒有知道有什麼 你講清楚 我先講清楚 我講的是 Simple distillation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那些東西 和 Simple distillation 那個分別呢 就是 如果 我再講一次 是一個product 如果它的 boiling point 是比reactant 超低的 超低 boiling point of product 是超低 of boiling point of reactant 假話呢 OK 那就已經 呃 什麼呀 I will choose to do MC but not drawing this 有沒有搞錯 真的不行 那你 喂 八二分 裡面 這些三分 即是容易拿的 知道嗎 那 這裡 我們跟你講 Difference of more than 25 degrees 當然 這些不是實數 這是弱數 不過 等你有個概念 等你有個概念 我知道的就是 Simple distillation 是要拿些什麼 第一 有兩個conditions 第一個 就是 剛才很多人都會說 bonding point of product 是much much lower than boiling point of reactant 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們 現在我正在做一個 2 missible 的liquid 可以嗎 missible是什麼呢 missible就是戒溶的意思 可以嗎 戒溶的意思 譬如是什麼 是戒溶的liquid 有沒有人回答 有沒有人回答 水 是 對 月醇加水 對 月醇加水 也是 這些就是missible liquid 但是 如果你說 我現在是一些cooking oil 加水 所謂的油和水混合 其實是說這些cooking oil 和水混合 你做simple distillation 就是浪費 因為 最終你會看到 什麼呢 我根本 我肉眼已經看到 兩層 的liquid 我 說這些 就算是missible 這就是 兩層missible layer 的liquid 你要弄清楚 你要兩個符合 第一 就是 它們的liquid是會溶 混合的 你不能分開 第二 就是 你的boring point 這個product 比V一層低很多 低多少呢 至少25度 那 所以 如果你說 酒精和水 做simple distillation 你覺得不可以呢 有人回答 如果真的 月醇 我們說酒精的月醇 和水 我想蒸餾些月醇 那用simple distillation 可以嗎 有人說 hard to do 有人說 有人說 no 有人說答對 可以開麥克服 或者是 你的群聊 寫回我 的 答我是什麼 其實 如果我真的做 酒精 酒精 第一項 酒精和水 是這個條件二 條件一 就是 Ethanol 月醇 的boring point 人們記得 70 大概78度 75至78度 然後 水 水是100度 100度 所以 其實他們的差 是不明顯的 如果 你硬要做 disimple distillation 其實有東西 有東西走出來 行嗎 走出來的 是什麼 不是純的 ethanol 只不過是 高濃度的酒精 就是 比之前的 ethanol water mixture 高濃度的酒精 所以 你們有沒有聽過 以前的中國 中國地方 經常聽到 雙精 三精 就是這個 人們知道 什麼叫雙精三精 將那些 釀出來的酒 混水的 那個mixture 做蒸餾法 做兩次 做三次 這個就叫做雙精三精 明白嗎 所以 你會看到 你平時看到那些酒 你讓到 只有十幾%的酒精濃度 大約 雙精二十幾 三精 去到三十幾 對了 鵬哥 夠了 夠了 我不想再跟你說話 什麼茅台 唉 不說 接著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鵬哥 如果鵬哥 你跟他胡亂說話 Roll adventures 踢走他 挺哭哭的 然後 如果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如果是fractional distillation 的話 如果是fractional distillation 也要做一些 missable liquid的separation missable liquid的separation 但是它們的boring point的差異比較close close的boring point 怎樣做得到這個separation呢? 就要靠fractionating column 這東西就和你之前的simple distillation 就多了這個裝置 那是什麼呢?其實是玻璃珠 Glass Beats 這是玻璃珠 這些玻璃珠有什麼用呢? 就是當我的liquid mixture 由這裏走上去的時候 其實兩層liquid的mixture 亦都會這樣走上去 我嘗試用兩隻顏色筆做顯示 這一隻就是高一點的boring point 另外一隻就是可能低一點 低一點的boring point 其實兩隻chemical都會evaporate上去 但是去到這裏 因為這裡是凍面 它就會跌下來 跌到一個夠熱的地方 然後又再上去或者又再跌 這裏其實是一個比較gradual的temperature 的gradient 最後叫gradual temperature gradient 就是溫度的差 它是比較微細的 如果做到微細的話 就會做些什麼呢? 低boring point 那些應該越來越多 就不覺不覺 可能會condense 到上去 那你加熱的時候 你控制住 你的fermometer在這裏 控制住 我想要蒸這個東西 那我就要加熱 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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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熱到這裡的溫度 就是它們的boring point 如果是的話 就是由這個溫度 到這個溫度 其實是有溫度的差 但是它的熱 都夠藍色 全部蒸發 OK 變成氣體 到這裏 有問題是不明白的 明白嗎? OK 那就是說 低boring point 其實它可以湧上去 可以嗎? 好了 接著 高boring point 那些怎樣呢? 高boring point 那些呢 其實它對於它來說 這個溫度 都不夠 即它不夠 令到它們 變成氣體了 所以有機會 去到一些比較 對於它們來說 太低溫的時候 它就會跌下來 它就會跌下來 去到一些高溫時 就會彈上去 但是它不會 加熱到湧上去 可以嗎?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當然 就不是 當然 就不是說all or nothing 就是說 會不會這裡只有藍色 就沒有綠色 其實也是有些差別的 簡單來說 低boring point 低boring point 的chemicals 它們比較多 就集中在這裡 比較多 而高boring point 就會最多 就集中在這裡 OK嗎? 這個就是 就是你所說的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在做的東西 你不明白什麼 不明白 從哪裡開始 根本就是fractionating column 根本就是fractionating column 根本就是fractionating column 只不過 我們學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在這裡 把氧水電量 或者 酷油油 都好 其實就分了一間房 OK? 那你根本就是一間房 這些一間房 就是在做一個 所謂的 一些 均勁的運差 gradual temperature gradient 但是如果做fractional distillation of growth 我們就要多放一些 多放一些outlet 我就想拿回那些point range 但這個不用了,這個只有頭和尾 好嗎?只有頭和尾 How to exchange this? 自然就發生了,為什麼? 因為火源在底部 什麼? 拉長座 什麼? 哎呀,這個 這個理童,你做什麼? 什麼science 其實這個拉長座做什麼? 其實拉長座已經有temperature gradient 但是這個拉長座的溫測 為什麼要做到gradual? 其實要放很多有surface 提供到多些surface area的地方 所以我會放一些玻璃珠 可以嗎? 你這樣做呢? 其實墊可以減慢 減慢一些volume point chemical 從這裡走上去 那我就會做得精細一點 OK? 但是沒有玻璃珠怎麼辦呢? 其實這條問題很簡單 就是有沒有玻璃珠 有什麼分別 你回答到這件事就可以了 一旦有玻璃珠的話 其實它的separation 會比較精細一點 OK? 行不行? 所以看一看書 書說什麼 書說什麼 The column is usually filled of a glass piece of piece of buc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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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con 行不行? OK? 總之你找些不同它的react和product react的東西就可以了 而給它有一個condensation的表現 那麼 你符合條件一的東西不多 是不是? 沒有理由是金屬 是不是? 但是 為什麼要換玻璃珠 其實是Inner的問題 但是Inner的問題 因為它本身是很... 我們很多時候用... 我們所謂用Glassware 最主要就是 我不會跟organic chemicals 有任何化的反應 因為Glass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用Sidica做的 Sidica是什麼? Sro2 這些是很stable的東西 OK? 不難明白 OK? 接著就... 這裏 Get到 好 最後了 Sed Fund Sed Fund 就是分液漏豆 分液漏豆 是只可以 拿... 要拿兩種 Invisible liquid 才會拿到的 通常會是這樣的 所謂的 如果有兩種 Invisible liquid 一種叫做 organic layer 有基層 通常有基層 有Bechemical 就是沒有... Molecules Molecules 之間有... 它們通常沒有Hydron bond 但是 A-Glass layer 那些 可能它是跟水 會形成Hydron bond 或者是Ionic的東西 它就會用在這裏 OK? 那不關... Difference in Density 就是在說 Floating and Sinking 但是 你說兩種 layer 不能搭均勻 就是另一個道理 所以 沒有露亂了 兩種不搭均勻 就是因為 沒有Hydron bond 但是 你說 一個高一層 低一層 就跟Density OK? 所以 怎樣可以做到 一些separation 因為很多時候 裡面的Chemical 就有幾種東西 譬如說 剛才我講了 我們很多時候 的Condition 要搭酸 搭鹹 搭一些Catalyst 一些Catalyst 可能會溶在水 但是我們要的Product 就是 Organic 那些Organic的東西 又不溶在水 所以 便宜的東西 你要分開它 OK? 所以 怎樣分開它呢? 就是這個裝置 裝置很簡單 我這裡沒有一個 Stopper 本身呢 這個東西就是打凍 打凍 就打凍 這樣 拿一個Ring Support 就 扣著它 我就倒一些 Chemical 有兩層 Organic Layer 通常在頂 通常 A cross Layer 通常在底 OK? 原因真的跟Density 我習慣這個Density低一點 通常 除了什麼呢? 除了 英文回答我 除了 有什麼 有什麼Organic的Sulfan 它的Density 是高於水 英文字 可以 這兩隻 這兩隻是密度比較高 第一個就是Tricolomethine 這個就是Tricolomethine 這兩隻 這兩隻 都是密度高於水 它就會沉底 有時候MC會問過 你們自己小心點 之後做什麼呢? 加了之後做什麼呢? 就這樣 停止了之後 然後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人做什麼呢? 他就拿著 拿著 拖子 按著 它 怕它會彈出來 倒轉 它 其實它做什麼工作呢? 它就是真的要消耗 它 但是右手 你有沒有看到它拿著什麼呢? 就像那個 Buret的Stop Cork 它開了之後 做什麼呢? 就要 Release一些 Pressure 因爲 搞 即是在做一些 shaking 過程當中 有機會 裡面的氣壓就會累積 所以 我們是要 來不來開這個 做一個 Release Pressure 可以嗎? 那 搖 搖來做什麼呢? 搖來搖完之後 因為它本身兩隻不能暈 但是搖搖 一搖的時候 就出現了 這裡就會形成一些 像是All Droplet的 它的表面面積就大了很多 表面面積大了很多時候 如果裡面有些東西 喜歡用油 喜歡用水 你會各自歸邊 各自歸邊 從而 最後 當我搖完之後 再重複 再重複 等兩層Layer 出現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到 Seperation 可以嗎? 之後怎樣呢? 就打下去 你想要Aquers 就留Aquers 然後 整個Layer 倒下去 如果反之的話 你就倒下去了 那我就可能繼續 就著各自的Layer 做一些extraction 好嗎?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Z1的技巧 就是這個 OK 最重要是搖完之後 要變回兩層Layer 那你就透過扭 的Stop Cord 那裡 就控制著 究竟我拿 這裡extraction 一定會在上面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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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 這個是 融色分野 到最後 如果我的藥物 要乾燥 為什麼會乾燥 明明分開了 明明分開了 例如我想說 那些產品 在這裡 在 organic layer 為什麼還要乾燥 因為 有時候 Waterdrop 原來放在中間 所以 會看到什麼 就是 這些organic layer 比較糊 很軸 糊 糊塗 如果看到沒有 你就要吸乾 那怎樣吸 我就要丟 看見到 Anhydrase 脫水的 綠化鈣 Magnicum 修肥 或者素典 修肥 令它吸了水 吸到一個位置 你覺得準備好的時候 比如說 Solution 清了 或者是 你滲下去之後 那些固體不再累積 不再黏一塊 你就會見到 那些水 是令到你知道 水已經吸光了 OK 那這裡 自己寫下 因為只剩一分鐘 待會再開 第一個 就是 The solution becomes clear 我先寫這個 第二個 你會看到 There will be no more 直接寫下 Clumping of solid OK 那我最主要就是說這兩個 OK 那就 去到這裡 先 不過我要開第二場 不好意思 所以 你要 短時間之內 應該要再入波 所以 你 抄完了嗎 抄完了嗎 我再關掉它 OK OK